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可能常会在一些小贩中心当中 看到一些小贩的摊位 一直是大牌长龙 觉得他们生意肯定非常好 可是要在这一行闯出一个名堂 背后又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们一起随主持人美兰去了解 陈俊豪放弃高薪工作 选择当小贩 不过当了多年小贩的叶贝� 却几次进出这一行 他们的考量究竟是什么 陈俊豪原本在一家美国公司 担任亚太业务发展厨师 月薪七八千 2020年他却放下一切 从头做起 我已经做了厨师大概要20年 我也是想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想做自己想做的生意 一般人家打工是工钱比较好 不过有时候要看老板的眼色 要看客人的眼色 做自己的食物 如果客户回来讲很好吃 是你有点满足感 2017到2019年 我几乎只有半个礼拜还回来新加坡 我孩子真的是还六个月 每次在外国是用电话看着他们 所以有时候认想他们 感觉是时候回来 讲到时间 自己开店当小贩 时间不是更少吗 好的事我往上都可以回到家 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 可以跟他们一起睡觉 因为看到他们成长是很重要 我觉得 陈绝豪的档口在ABC专厂熟食中心 这里虽然人潮旺 但顾客多半都为老字号而来 为了突围 他的酿豆腐在选择和摆盘上 都注入了创意 因为我还是一个新手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把它放在那四个碗 就比较方便让我去把每一碗做得更好 我的摆盘就会比较新潮一点 看起来很像一个拉面 其实里面的料都是亮豆腐 年轻人都喜欢吃 比如拉面鸡 我就把拉面放在里面 我觉得最辛苦的部分是熬那个汤 在家里做研发的时候 是用一个小小的锅熬那个汤 所以味道就OK 不过我们做大锅 成本就会拉高 连时间拉高 花了大概要两个月的时间 才真的抓到自己蛮满意的汤了 老板 这样我的食物OK吗 刚开业的陈绝豪 还在了解摸索食客口味 不断改良他的食谱 但是之前卖过鱼汤和砂锅饭的夜背名 却无法以这些味道持守太久 你在2008年开始卖这个鱼汤 后来因为要刺激生意 又改卖砂锅饭 为什么做了不久后又退出小贩 可是十年后又进入这行呢 之前还好一点 最后很像金融风暴的 那边有像很多人查研 就生意又慢慢掉了 掉了又也是到最后也要 没有什么收入 挣扎呢就是家里有小孩子 也是我们大人不吃小孩子要吃 我就暂时退出做工作了 我又来了梦想就是做吃 这是我没有改变的信念 我知道你2018年又重返小贩这一行 可是在短短的两年内就搬了三个地方 为什么呢 我在211卖鱼汤 拿了可是地点可能不大理想吧 人潮可能 可是那边的客户不适合我的东西 做了几个月看了不理想 又跟老板要求再搬 帮了两三个可是做了不大理想 你做到不到生意的话 你最近很压力 我还不敢请人 还一个人做而已 从早日做到晚上 其实档口的地点也很关键 美食博客欧倩惠认为 工业区的食客 一般上更注重吃得饱 而不一定需要吃得好 叶贝铭卖本地美食 生意一直做不久 四个月前 他转站着园路的这间咖啡店 改卖马国美食 割螺面 不过欧倩会建议 厨师还是该煮自己的拿手菜 你在酒楼当过厨师 为什么不打算开一个煮炒摊 成本大 煮炒摊不是一个 随便可以开的 它的成本很高 五草餐的租金更高 也是人手也太多了 没有办法去负担 尤其现在这个疫情更难起门 割螺面毕竟还没有那么大众化 你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它呢 就是有沙拉瓦的人 吃了他们的东西很不错 有一个师傅肯教我 我就是学他们的煮炒面的产品 就是可以带沙拉瓦他们的家乡的味道 进来新加坡 也是可以说本地人也有多种检测 当小贩工作时间长 环境又闷热 不过还是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尝试 欧倩会指出 这可能跟他们的开档成本有关 因为入行其实不难 政府给了很多津贴 比如说可能他们的租金 头几个月是discounted的 或者是说他们买这些铲啊锅啦 可能就是有一些discount 就变成其实是好和坏 一方面我们就想保持那个文化嘛 对嘛我们就想说 我们真的要一些新手小贩进来 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么容易 我也可以很容易放弃 我发现很多新手小贩 他们入行不久后可能又退出了 就你的观察他们一般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其实做一门生意是这么辛苦的 从租金到食物的那个价格 到长时间 到真的是去了解 怎么碰煮一道美味的菜 这些点点滴滴哦 可能他们在开档头的时候 他们真的没有去想清楚 或者是他们觉得说 我在家里煮的这道菜 OK咧 好吃咧 可是当你把它变成是一门生意的时候 你是要迎合大众的口味 可能这一点就没有做得很好 来 要做吗 陈俊豪的摊位开业三个月 现在每天大概能卖出150碗酿豆腐 后两个月都没有拿薪水 这个月还没什么拿到薪水 因为我们需要做些appetissement 这些啦 所以都是工人都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我辛苦 他们比我更辛苦 你其实都没有拿薪水 都在吃出 你觉得值得吗 我觉得值得啦 因为有时候看到回头客 然后看到他们又来打包 一次过50包 54包 然后让我觉得 他们觉得我的食物不错 就是顾客吃了 他们又会帮我宣传post 他的bassbook 另外就是他们吃了 会满意的酒 他们就是再回头 成功小贩的例子不少 不过都离不开努力和耐力 赚多赚少 就得看食物能不能够满足众人的口味 在营业额以及租金成本之间 取得最大效益 今天的试诚有约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